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城市传统文化研究会指唐会长远小爱回忆了当年发现这个陶瓷冠的经过 2013年4月11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场联合设置的电影战将周西汉 在阳城县北流镇市山村开机担任影片制片人的袁小爱从周西汉之子周泰安赠松的周西汉中将书中同志 在抗战时期 周南太有一队未满两个月的双胞胎解雕折在沁水 2014年间 周周泰安委托 杨行贼 袁小爱等人 数次前往八路军129十386旅驻地 沁水县十里乡西域村 寻找周西汉将军在抗日战中夭折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埋葬地 在西域村 当年周西汉等人居住过的王家院楼上 杨行贼 袁小爱等人 发现许多在抗战中留下的老路径 当时的情形 袁小爱历历在目 有木质和乐床 木梢 桌 椅 杆秤 仿花车 汽油桶 快桶 钢盔 日军刺刀 子弹等 当时放在木桌衣 侧脚落下的一个破损 黑用瓷罐 也引起众人的注意 布满灰尘的瓷罐顶部出现缺口 其顶部中央有一颗五角星 周围自左置又有以第1824部队字样 这个陶瓷罐高27厘米 上原面直径33厘米 下原底直径31厘米 罐底无字 当时 由于罐体破损瓷片找不到 所以无法判断罐顶 是否还有其他字体缺失 当时 前往西域村是为寻找周西汉将军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埋葬地 所以围绕瓷罐产生的疑惑 暂且搁置下来 02这个神秘容器究竟是做什么的 虽说时隔三四年时间 但瓷罐究竟是做什么用来的疑惑 始终在袁小爱等人的脑踩里困着 袁小爱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一条消息 这是2014年9月17日黑龙江日报的报道 为纪念918事变83周年 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对政陈列馆 联合四川建川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抗日战 争专题展览在731陈列馆举行 在当天的展览开幕式上 四川建川博物馆向731陈列馆 捐赠了二战历史文物七十件 其中包括日军1824系军部队所使用的瓷罐等物品 黑龙江省731陈列馆板防的 新华日军生化瓷罐这条消息中出现的1824部队瓷罐 能几个关键词 让袁小爱感到很熟悉 这不是与在西域村发现的那个瓷罐吻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 核查并通过与网上相关图片的比对 阳兴瑞 袁小爱等进城市传统文化促进会人员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瓷罐既有可能是日本侵华期间 使用过的化学武器专用容器 在西域村发现的清华日军使用的生化武器瓷罐 据查证 以地通常是用在二战时期的日军部队番号中 一般来说 甲种部队是正规军 一种部队是辅助军 以第1824部队 就是一种第1824部队 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活动的一支细菌部队 主要负责投毒和使用化学武器 专门研制化学武器 如此说来 在西域村发现的这个瓷罐 可能就是当年这支部队 用来盛装化学毒气或细菌使用的器物 然后运至中国各地战场投放使用的 03万形一致的日军陶冠国内出现过在上西 发现新华日军使用过的毒气 细菌等生化瓷罐并非仅此一例 据2015年5月26日山西日报报道 2015年5月11日下午 西县摄影爱好者冯庆武 安喜平 在该县来远镇盘拓村 发现一个侵华日军使用过的毒气瓷罐 该灌为一个黑有瓷罐 上为圆面 非常清晰地弧形写着以第1824部队 中间有一无角星图案 旁边有一个直径4厘米的圆形小口 瓷罐高27厘米 上圆面直径33厘米 下圆底直径31厘米 灌底无字 再写有部队字眼一边 从上到下破损一块约15厘米宽的缺口 破损瓷片被找到 旗县来远镇盘拓村 发现一个侵华日军使用过的毒气瓷罐 这个带旗县发现的瓷罐 与汽水县西域村发现的瓷罐一模一样 只是西域村发现的瓷罐破损部位 恰好在罐顶的圆形小口部位 旗县日军瓷罐的发现 正好将西域村发现的日军瓷罐缺损部位 得以完整复原 据齐县史之办整理编辑的 《齐县抗日风火》一书记载 该现在抗战期间发生过两起事件 或许可以旁证日军在齐县应用过化学毒计 1938年3月19日 陆经齐县官场村 住了一夜的日军大队走后有四人返回 说丢失一个防毒面具 翻出来后 他们将七名村民抓了起来 途中将一名村民赐死 其余六人被投入枯井活埋 1943年9月13日 二十多名群众被日军扫射死或赐死 日军指使汉奸往水井内投放了毒药 又使二十多人中毒惨死 一百多人中毒生病 经网上查询 类似的清华日军生化武器瓷馆 还出现的安徽省定远线如乔镇正善红色收藏馆 这家拥有各类藏品 一百五十余二线的民间博物馆内 摆放着一个日军存放生化武器用的陶馆 罐体上方印有以第1824部队的字样 同时发现的日军头盔 军刀可以确定 这个生化武器瓷馆 就是日军兴华的右衣证据 5月9日下午 进城市文旅委文物科科长张建军 在仔细查看了西域村发现的瓷馆 并与网上其他地方出现的日军瓷馆 进行对比后做出肯定的回答 清华日军当年使用武器炮弹发现较为常见 但盛装毒气、细菌等生化武器的瓷馆 作为化学毒气容器 这在进城发现还是首次 作为见证清华日军对中国军民 使用化学武器最正实物 这只瓷馆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目前 清水县十里香西域村 已将这个瓷馆妥善保管 希望以后有官部门能对此 再做一次更权威的文物鉴定 零四清华日军制造清水西山惨案 清华日军生化武器瓷馆 在清水被发现 并不令人奇怪 七十八年前 占领了清水的日军 曾制造了惨绝人魂的西山惨案 5月9日记者就此采访清水县新闻办主任贾口林 他拿出一本2008年县能使办编写的《沁水烽火》 据《沁水烽火》记载 1940年4月12日 日军第四十一师团 有刚部侵占了汽水城后 将魔找身到了西山村 西山村位于县城夫妻领的山腰 距县城约十公里 是一个仅有一座院落 四十余间房屋的小山村 由于当时日军占领了县城 四处骚扰 因此附近各村村民常来西山躲南 当年7月9日八十左右 天下着雨 住在县城的五名日军 由汉奸便衣队领入 携带着毒气弹 防毒面具和枪支 杀气腾腾的闯进了西山村 在西山村避难的有西关 连坡 阳山等村的八十余名村民 整个院子的各房间里 都住满了难民 日军一进村 立即架起了机枪将大门封锁 三名日军对年轻妇女受性发现后 戴上了防毒面具 将妇女驱赶进人群 然后便在院里投放了两枚毒气弹 毒气熏的人们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一些村民挣扎着 艰难的爬到了屋外 日军看见了 扑过来又是一阵刺杀 这些挣扎出来的村民 全部惨死在雨天的大院中 午后 穷凶极客的日军开始纵火烧房 在这次惨绝人魂的血案中 日军毒死 刺死 烧死的共八十多人 仅有马喜凤 崔学功等三人得以幸存 西山村县隶属于沁水县龙岗镇木亭村 取甲丑林介绍 不过 村子县已荒芜 无人居住了 从沁水西山惨案来看 日军曾经在沁水使用壳头放过毒气等生化武器 而在西域村发现的瓷管 极有可能印证了侵华日军 在沁水的所犯的这段罪恶历史 才写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李吉义编辑 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留言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